年度最大旅展搶便宜 日韓行程不到萬元 碰上111光棍節 旅行社還有限時優惠 每一天我們在11點11分 準時下沙這個行程 限時搶購到2點 比如說我們的沖繩四日游 現場下沙只要到8888 我就想說進來看一看 有沒有韓國日本的行程 看有沒有比較便宜 比較符合我出發日期的這樣 日本韓國航程短又有偶像劇加持 近幾年成的國人出國首選 就算語言不通 也有翻譯神器幫忙 你最喜歡台灣哪裡 隨身翻譯機只要連上網路 就能及時翻譯 遇到外國人同樣能溝通無礙 但國外上網費用不便宜 一家網遊公司推出國外上網吃到飽 每天只要11元 我們也是以一個回饋的方式 來做這一次的活動 然後所以我們也不計較成本了 然後讓這些宅經濟的宅男宅女們 可以跟著這個ITF的活動 一起帶著這個Wi-Fi加 或是Syn卡出國去玩 在我出國的時候會 它可以讓我覺得說 網路可以吃到飽然後可以不降速 然後我可以隨時可以跟在台灣的朋友 跟家人聯絡 然後隨時丟我的照片給他們看 跟他們分享這樣子 民眾只要上網申請網路分享器 就能享有日 韓 太月 四國 上網漫遊無限吃到飽 名額只限1111位 活動一推出就吸引過半數民眾申請 旅展西客 業者各出其招 搶攻旅遊商機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